聖寶陸大殿坐落的地方 就是聖寶陸原来的灵墓地点 当年军事坦兵一世下令在这个地点兴建这座教堂 后来教宗约望八世为了避免大殿再受异族的破坏和掠夺 因而围绕着大殿捉起了围墙和盛流 而因为外形就像一座围城 不少人就称它为教宗约望城 大殿亭园有一座圣保禄雕像 雕像呈现保禄一贯的形象 就是左手拿着书右手拿着剑 表达出希伯来书里面提及 天主的说话比起任何刀剑都要锋利 可以直接穿透人的心 圣保禄大殿外观典雅庄严 大殿正面固有一幅充满寓意的横幅 图画中央的小丘上面 坐着一只头顶带有光圈的羔羊 象征着救世主基督 而在小丘流出的四道清泉 就表达着记载着耶稣生平的四部福音 更加象征着基督是永生的全员 而象征着十二宗徒和基督徒的羔羊 就分别在两边走向基督 表达出基督徒对永生之存的学母 圣保禄大殿有别于其他大殿的特色之处 就是中殿相有历代的教宗肖像 这些教宗肖像就表达出教会的传承 在一系列教宗肖像的上方 就是三十六幅取材至中途大事录的 保禄生平事迹壁画 保禄跟随耶稣之后 積極到访各食各浴 在当地的犹太会堂宣讲 并建立信友团体 而且保禄不怕路途险阻 不停地出访各地 展开福传之旅 向外邦人宣扬天主的信息 并经常以书信或其他认识 和他们保持联系 保禄就曾经在他第二个福传之旅途中 梦到一个马其顿人 请求他前往马其顿 保禄就认定这是一个契机 于是就进入了欧洲 建立在当地的基督徒团体 保禄也不断地受到梦的启示和牵引 向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方 宣扬天主的信息 甚至将福音传至中国和非洲 一直以来 保禄的神父都和保禄一样 渴望向外地传教 与意大利以外的青少年 作溝通 虽然他不能亲自前往 但亦都透过派遣持有会的传教士 将天主关爱青少年的心 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而我们都应效法鲍斯膏和保禄 积极向身边甚至陌生的人 传扬天主的信息 将天主的爱带给他们 令他们好像保禄一样 跟天主邂逅 因而改变自己的生活 让天主走入自己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